美國眾議院共和黨專門有一個對付中共委員會發佈了一份報告 說美國必須果斷對中共採取行動 眾議院共和黨在週三公布的對中國共產黨進行為期數月的調查結果 以及美國如何扭轉失敗的交戰策略 這個報告可說是美國對中共的具體政策 很多人問為什麼還不馬上採取一些具體的行動 現在這就是一個長遠的動作 是從立法的角度來推動的 並沒有說川普政府是負責突擊性的行動 等於說現在的立法只要推動了 無論哪位總統上台都要按照這個來執行 就是我們所說的步步為營 先將國會的基礎打牢固 未來幾十年就會按照這個方向去行 並不是川普總統要等到這份報告出來才會有行動 這份報告是未來幾十年的基石 川普政府其實已經開始行動了 美國次國務卿克拉奇在柏林波蘭登堡門隔離 美國駐德大使館的列根雕像旁邊 引用列根總統的話 請習先生推倒中國的防火牆 這句話是很厲害的 因為克拉奇這次仿歐 是為了督促歐盟禁止使用華為 參與當地的5G建設 警告華為建設將央及北約的安全 看完視頻的話是非常震撼的 克拉奇是次國務卿不是總統 但他卻可以說出這番說話 列根總統當時想說要推倒這一面牆時 亦被他的幕僚連續刪了三次 當時這句話是不准說 因為如果說了是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 次國務卿是無權力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的 他說的話一定是川普政府事先安排好的 這句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就是警告你必須要撤銷防火牆 如果不撤銷我們就會有行動 要習近平自己去撤銷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不撤銷就由我們來幫你做 又或者用其他方法 我們會將中共所有的賬都算在習近平身上 如果你不撤銷我們就要針對你 習一定是聽得到的 習如果不去撤銷防火牆 他就是14億中國人的歷史罪人 他如果做了就會像戈爾帕喬夫一樣成為歷史英雄 諾貝爾和平獎什麼都等著他 東德人將柏林牆推倒時 當時的士兵不敢射殺他們 1989年蘇聯還未倒台 當時的軍隊包括前蘇聯政府都不敢干預 就是因為列根說了這句話 美國現在要推倒這面牆 任何人要推倒柏林牆 如果被干預我們就對付戈爾帕喬夫 當時他就是這個意思 現在克拉奇這句話也是這樣 如果習近平不推倒防火牆 我們就派人去推 如果你阻止我們就會向你動手 次國務卿的講話是代表川普政府要進行的下一步行動 這個行動是要告訴習近平 不要輕舉妄動 就像當年推倒柏林牆的時候沒有死過一個人 沒有警員敢射殺人民 沒有軍隊敢拿機關槍掃射平民 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因為有列根總統的這句話 現在也是這個道理 這句話是代表川普 這句話是代表川普